香港七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前議員 早前遭香港警方指控 觸犯立法會權利及特權條例 週一 法院再次審訊案件 七名民主派議員表示 無緣無悔 但絕不認罪 週一 朱凱迪 陳志全 范國威 郭家綺 梁耀忠 林卓廷和歐若萱 七名民主派議員及前議員 在東區裁判法院前表示 不承認指控的所謂罪行 和其他民主派的議員 在立法會裏面 參與議會抗爭 抵擋著建制派保皇港 違反議事規則強行成立逃犯條例 法案委員會 我是無怨無悔 和香港人齊上齊落參與反送中運動 是無畏無懼 所以我深信我們是無罪的 上到法庭 法官是問我認不認罪 我是會大聲清楚挺正我的腰骨 會說我是不會認罪的 范國威等7人被指5月11號在立法會會議室內 涉嫌襲擊、妨礙和騷擾民間連的立法會議員 多名民主派議員和區議員到場聲援 我們就要告訴政府知道我們的態度 面對政治的檢控 民主派既不懼怕也不退讓 議會抗爭的路我們會繼續走過去 未來面對的惡法 民主派可以有膽告訴全香港市民知道 我們會繼續拼命 我們會繼續犯身 都要在議會裏面抵擋著惡法 進入法庭前 議員們呼喊口號 無謂無懼 抵擋惡法 抵擋惡法 強不低頭 控發申請押後案件到8月28號再訓 辯方不反對押後 表示相關等待可節省法庭時間 7名議員獲准繼續保釋 新唐人香港記者站報導